欢迎来到小林赏频道 记得订阅、按赞、分享 开启小铃铛哟 今天来空拍本岛最高的青铜妈祖神像 这里是桃园市新屋区的新屋天后宫 在庙前广场上 有一尊高达30.5公尺的妈祖巨型神像 是使用120吨的青铜所著成的 如果加上约10公尺高的底座的话 整体神像高达40.5公尺 40公尺高是什么概念 知道吗? 就是投胎的很酸的概念 新屋天后宫建庙于西元1826年 距今已有大约200年的历史 主要祭祀的是天上圣母 妈祖娘娘 目前大殿上供奉的天上圣母神像 是从北港朝天宫分灵而来的 也是有近200年的国宝文物哟 engagement 所以往9路过来就看完 ボタě滞在和养智过来的 造型 上这个 grace 这是第一场 校差 电这些 人 现在 在大家 看看 传说这里有很多的神迹故事 在日剧时代 这里附近曾经有日本军队的飞机场 所以这附近也成为美军的轰炸对象 在西元1944年 庙前广场上曾经落下一枚炸弹 可是却没有引爆 据说炸弹里面的炸药全部都湿透了 无法引爆 所以就盛传是妈祖娘娘接住了炸弹 保护了寺庙 以及当地的村民 另外在西元2000年时 这里曾经发生大火 整个庙宇复制一具 也烧毁了十几尊神像 可是当初从北港朝天宫 分灵而来的妈祖神像 却奇迹式的毫发无损 也就是目前供奉于主殿的神像 所以这里的妈祖娘娘 有金刚不坏之身哟 另外 这里离永安渔港 只有六公里 非常近 有空的话 可以到永安渔港 吃吃海鲜 看看夕阳或是体验一下 新建成的海螺文化馆 很好拍美照 以及打卡地哦 喜欢影片的话 记得订阅 按赞 分享 开启小铃铛 还有影片盈利收益很低 非常欢迎小额赞助友 谢谢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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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